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設APB乘以直線 且AB線段比上PB線段等於5比3 歐為AB直線Y點 若OP項量等於X倍的OA項量加上Y倍的OB項量 求X加Y之值 那首先呢我們根據提議畫出這個圖形 APB是依序然後乘以直線 所以呢這P點是在AB線段上 那麼AB線段比上PB線段是5比3 所以呢這個占5 這一段占3 所以呢AP線段就占2 那麼O為AB直線Y點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呢OP項量 我們要以OA項量和OB項量來表示 那麼這時候要求X加Y這是多少 那麼首先呢 這OP項量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OA項量加上AP項量 好 那麼OA項量在這裡 那麼AP項量呢 因為這個長度啊是占2 那整個AB項量長度啊是占5 所以呢這AP項量 所以呢這AP項量是AB項量的5分之2 所以這是加上5分之2的AB項量 好 那麼這是等於OA項量 加上5分之2 加上5分之2的 那這時候啊這AB項量呢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OB項量去減掉OA項量 好 所以呢這層開我們得到啊 這是OA項量 然後加上5分之2的OB項量 再減掉啊 再減掉啊這是5分之2的OA項量 好 那麼這裡OA項量跟這裡啊 減5分之2OA項量 我們把它合併 所以呢 這是等於1減5分之2 然後這時候是把OA項量啊提出來 那麼加上 這是5分之2的OB項量 所以呢 這是等於1減5分之2 是5分之3 所以呢 這是5分之3的OA項量 去加上5分之2的OB項量 因此呢 這時候的X啊是5分之3 這個Y呢是5分之2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X加Y就是5分之3加5分之2 那麼答案呢是等於1 這個答案 我們在下一次有1分之2 並用了1分之3 那就不要与多數 這是1分之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